老太太 饭已经准备好了 不吃了 一想到那个林向远 把个狐狸精弄到家里来 就倒胃口 奶奶 来 你看 我给您带什么来了 这是什么呀 这个叫开韵紫水晶 这可厉害了 我请大师开过光的 可以屈小仁 扬正气 屈小仁 太好了 快快快 放在那儿 让他好好地把我们屋子里的小仁 驱赶一下 奶奶 您说的小仁是谁啊 那又是谁啊 不就是那个狐狸精吗 奶奶 您可不能为他生气啊 您要气坏了身体 不就正合了那个狐狸精的意了吗 怎么 你也认为他是狐狸精 当然了 不仅如此 我还觉得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他是不是想图我们家的财产 是啊 你看爸爸现在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什么事情都听他的 这个时候您要是不保重身体的话 没有您作证 他不就是更胡来了吗 说得对 我是得好好保重身体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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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齐乘 齐乘你怎么了 齐乘 我认输 我认输 只要你不嫁给他 我 我马上和他聊 齐乘 我做的一切都跟你没关系 你别这样好吗 你是不是心疼不舒服 你别吓我 好 齐乘 别吓我 你别吓我 别吓我 容颜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放过我行吗 放过我 我 我受不了 我还记得你什么 是这个吗 是这个吗 我还给你 都拿 齐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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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怎么样了 正是脱离危险了 先给邹宇及时把他送到医院了 邹宇 为什么我老公会被你送进来呢 我拜托你检点一点好不好 他已经是结了婚的人了 你怎么说话呢 你应该等他遵救人 爸 你们怎么都护着他呀 我只知道 只要有他在 阿堪就一而在 再而散地出危险 先走了 去吧 林董 林董 你说我们是不是太自私了一点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其真这个样子 老实讲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心疼过 我也在想 该不该把真实情话告诉他 我不知道 我原本以为让他恨我会更容易一些 如果明天他还没有好转 我就告诉他 我明白了 你得赶快搬到林家来呀 这样可以尽快地融入公司 我明白 邹宇啊 真是难迷你了 以该女孩子 能承受这么大的委屈 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嗯 但是我知道 你这都是为了其正 可他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作为父亲 我要替他 替我林家谢谢你啊 林董 你是真的不明白 比起那些见不到他的日子 这些都不算什么 我明白啊 奶奶 你说他这进门以后 我们怎么叫他 我们跟着爸爸叫他 叫他小妈 他自己体验这心灵也不难过 我们敢叫他也不怕折寿 真是 这你就不懂了 人只要能进这个家门 怎么都行 管他是老的是小的 是媳妇是娘呢 哎呀 世风日下 你们两个有事没事啊 没事马上都回家去 我们先走了奶奶 妈 从今天开始 苏宇就搬到家里来住了啊 什么 这个狐狸精给你怪什么 什么米汤啊 你 今天起政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根本就是个瘟神 你还要把他接到家里来 你疯了 我告诉你 起政住院和这个周宇 搬到家里来是一样回事 那个新瑶得到医院去照顾他 所以家里得有人照顾你 不是 照顾我 你就不怕他把我照顾到阎王爷那去 别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好了好了好了 走 走 现在事实就是明白的 人家就是图你们邻家的钱 可你呢 以前被人家当傻瓜玩 现在却跟骗子讲善良 跟强盗讲诚信 结果自己在这儿难过 阿肯我觉得你现在应该高兴才对 你终于看去那个女人的真面目了 能不能少说两句 我就是要说 嫁你未遂人家嫁你爸爸 这招多狠哪一箭双雕 能不能别说了 你冲我喊什么呀 你就知道冲我喊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住院 周宇趁着你住院的时候 就搬到林家县 当起林家女主人了 她已经搬进去了 对啊 嫂子刚给我打个电话 说她一进门 就把她跟哥哥骂了一顿 现在正得意着呢 这个家我不会再回去了 你为什么要躲着她呢 躲她一辈子吗 阿肯这个女人 根本不值得你为她伤心难过啊 她根本就是个高级妓女而已 别再说下去了 喂 是灵弃症的家属吗 是我 怎么了 你们赶紧来趟医院吧 灵弃症不见了 失踪了 护士 怎么回事 您看看这个 不要找我 我出去安静一段时间 就回来了 好 奶奶 奶奶 阿肯走了 去投下这个 造孽呀 这个周郁真是个扫索心 到了我们家以后 闹得鸡犬不宁 起正啊 一定是因为在公司里抬不计头 恨死了她爸 所以才出走的 全都在这个周郁了 那我们怎么办啊奶奶 怎么办 找人去啊 给公司打电话 叫老胡 阿翔 还有那个那谁呢 统统都出去找 找不到别回来见我 是奶奶 快去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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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请大家来 主要是有些事情 想跟你们通报一下 起正啊 的身体状况 想必大家都清楚了 需要在家呢 休息一段时间 因此 基于这种特殊情况 我没有通过董事会 就做出了一项决定 任林启哲 邹宇 为公司的副总裁 那么启哲呢 主要负责销售和市场 邹宇呢 主要抓一下 法律 人力 和财务部门的工作 他自力比较浅 从来没涉足这方面的事情 因此希望大家 多多地给予帮助和支持 走 周宇 你说两句吧 在座的各位 都算是智林集团的中流抵住了 我在管理方面没有什么经验 将来还希望大家多帮助我 谢谢 谢谢 我再说一下啊 周宇啊 展示用我的办公室 从今以后啊 有些事情 她可以全权地代表我 好 儿媳妇变成林太子 小律师变成副女才 用不了半天 这肯定是咱们行业内最大的兴奋 你说新闻副交提议会不会是 林家长子三起三落 心术不证难成大事吗 谢谢你教诲 希望您老人家 能尽快承担起智林在千斤重担 顺便给你汇报一下啊 我亲爱的弟弟林启正 是吗 她是一个承诺的 去哪儿是她的自由 不过她把这么一大堆事 遗料一走了之 你们林家兄弟俩 还真当得起责任 先这三个字呢 这小妈当得还挺入戏啊 太太 我给你们看了 对啊 几正失踪了 是 今天上午医生查房的时候 她就不在房间了 她只留下个字条 说让我们不要找她 过两天她自己会回来 赶快去找吧 她现在的身体状况 别出什么意外才好 我们是在努力找 可是一二少爷的性格 他不会让我们找到的 那也得找啊 太太 你现在是公司的副总裁 你身上的担子很重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 谢谢你了 胡 周副总裁您好 我是咱们公司的法律顾问 齐志律事务所的高展齐 咱们是握手还是拥抱一下 你别闹了 我烦死了 行 不跟你闹了 我刚才上楼的时候 看你门口那么多记者 我就觉得你这日子不好过啊 你这 几个月不见 你这剧情跑偏太厉害了 一言难尽吧 行 你也不能跟我说 反正你怎么做都是对的 以后又能找我的时候说话吧 是不是 志林集团虽然大 但是这 你要真找一个像我这样 蓝颜之计 难啊 我知道 你看看 瞧这办公室 我以前啊 一直就想成为像林董事长这么有钱的人 可我一想要现在你这样啊 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哟 我这关心你呢 你 想好了没有啊 想好了 我早有准备 周瑜 给我倒茶 来啦 来啦 奶奶 你最爱喝的茶 我怎么倒这么满啊 对不起 茶要钱 酒要满 你们父母从小没教过你这个礼仪吗 对不起 奶奶 来 也难怪呀 你们小户人家懂什么规矩呢 只知道攀龙富凤吧 我先上楼了 周瑜 向远这几天咳嗽得厉害 你这个做妻子的 也不关心关心她 赶紧给她煲点汤补补身子呀 好 我明天就去 明天 明天怎么来得及 明天还有明天的事呢 现在就去煲吧 现在 可家里好像没有那么多食材了 去买呀 你以为做妻子这么容易的 对了 别忘了 回来的时候 顺路在那个老点心店 给我带一斤茶酥 好 我现在就去 我可以进来吗 进来吧 泽宇 我今天来是跟你休战的 我打不过你 我认输了行吧 你误会了 这从来就不是我和你之间的战争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针对你 我今天来是跟你讲和的 这是送你的礼物 虽然以前你做的很多事情 我都不喜欢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的人品 还是不错的 最起码不会在背后 搞什么阴谋诡计 所以如果你知道阿肯的下落 请你一定告诉我好吗 你这个做妻子的都不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 其实我这个做妻子的 真的很失败 连自己的老公丢了 都不知道去哪里找 也许她就是觉得心烦 找一个亲近的地方 待一待就会回来吧 今天早上 我一回家 就听说奶奶昨天故意整你的事情 我想你在志林集团的处境 应该也不会太好吧 从老太太的角度出发 我也不觉得她有什么错 你看看你都憔悴成什么样子了 咱们都是做媳妇的 有些话我还是要跟你讲 不要什么事情都一个人扛着 有时候装装无辜 装装可爱 可以省不少事呢 我今天带来这个紫水晶 是水晶里面魔法最强的一种 现在你在林家是重视之地 希望她可以帮你开开运 早日熬出头来 谢谢 我想你丈夫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吧 你最耐心等一等 那我不打扰你工作了 我还要回家哄哄奶奶 再替你多说两句好话 谢谢 不送了 拜拜 周副总裁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开润厨厨 原来你喜欢紫水晶啊 你说这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哪能看得上我们这破花呀 这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 我还是扔了吧 那 师傅 坐这儿吧 谢谢你 那个 我们家启哲呀 他人笨 而且不会讲漂亮话 你呀还得多包含着他点 但是他这次真心想悔改了 你看启正病了 他多着急对吧 以后还要麻烦你 在老爷子面前替他多美颜几句 这毕竟是亲爷俩 对吧 对呀 亲儿子 不好意思 我还有个会 你再坐会儿 好 你先忙 你先忙 我过会儿我自己就走了 好 老太太 飞机上火车站高速出口 我们都找过了 没有二少爷的踪迹 各大医院我们也查过了 也没有任何二少爷的记录 那他的信用卡有没有记录 信用卡没有消费记录 手机信号又无法追踪 总而言之 二少爷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消息 不可能 一个大活人又没贷钱又没刷卡 他总得活下去 总得有点线索吧 继续给我找 我们是在找老太太 您千万别着急 我先上楼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这个时候您可不能急坏了 我现在就去啊 这老的少的 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 我的紫水晶呢 瑶瑶 你看见我的紫水晶了吗 紫水晶呢 不就在这摆着吗 奶奶 你怎么了 谁让您生气了 我送给奶奶的紫水晶不见了 就摆在这儿的 您没看到 紫水晶 对 原来那个是奶奶的 你见过 是的 刚刚在邹宇的办公室 我看见过一个紫水晶 我就觉得她看起来 怎么这么眼熟 她怎么能把奶奶的紫水晶 拿到她的办公室里摆着呢 你确定 千折万确 奶奶 奶奶 要不算了吧 我再给你买一块 咱别惹爸爸不高兴啊 不行 你们怕她 我可不怕她 我得让她知道 在咱们林家 还轮不着她做主呢 给我准备汽车 我们去智林集团 好 奶奶 老太太 您怎么来了 你这个狐狸精啊 先是逼走了起政 现在又想活活气死我 你说 下一步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儿子 独霸致灵 您这是怎么了 您先坐下来消消气吧 你不要装她一副温顺的样子 背地里却干着 偷鸡摸狗的勾当 告诉你 你可以迷惑别人 可骗不了我 想跟我示威 您还嫩着点 我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你少装傻了 你看看那紫水晶 是不是你偷来的 你明明知道奶奶那么喜欢它 你为什么要把它拿到你这儿 你究竟什么意思 这紫水晶吗 信尧送给我的 奶奶 这是我送给您的 我怎么可能给她呢 她怎么这样啊 奶奶心里明白 不会委屈你的 嗯 既然这样的话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有说的 终于啊 我要是你的话 就赶快从智琳滚出去 趁着自己还年轻 也许还可以骗到第二个傻瓜 要是在这里 你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明白吗 除非董事长说话 不然我是不会离开的 那 你的苦日子才刚刚开始呢 瑶瑶 我再不想跟这个狐狸精说话了 回去 嗯 老太君亲临智琳 这是开天闭气头一遭 您周遇的大名 已经可以写进智琳公司的历史了 你要是来看热闹的 那就来晚了一晚 我没工夫看你们 女人智琳的战争 咱说点正事 那公司的财务报表 你都看了吗 还没 那市场分析报告呢 排在后面 在她前面的 有对手财务报告分析 还有中层以上人员调动计划 和下半年的金融方案 你这进度也太慢了吧 公司那么多事等着你拍板呢 就光在我那儿等你签字的文件 已经堆了半米多高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是林副总裁 应该不是我的秘书吧 那有什么办法啊 我爸不信我 所有事情都得你来决定 我这倒是有一个方案 需要马上执行的 要么你先签了他 采购方案 采购部已经通过了 也符合公司流程 就差你签字了 谨慎请监先放我这儿 等我弄明白再签好吧 行 你是老板 不过我提醒你啊 这个项目是马上要开工的 你抓紧点 干点正事 别老忙着 跟你撒两两块斗吧 有什么意思啊 婵哪儿 cript vale ¿sh 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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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 哎 你看我带什么回来了 这什么呀 退不留求都怪小人的 这个叫黑钥匙 四周补不是把我们的 紫水晋偷走了吗 我就找回来一块 比他能量还要强的石头 这个石头是专门用 来取小人的 有这么灵吗 当然了 而且他对我们好人 还形成一种保护的磁场 让我们不受小人的 陷害跟蛊惑 那太好了 我们继续把它 放在周宇的卧室门口 对对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走 走 董事长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我发现我有好多东西都不懂 都需要学习 所以一不小心就弄得这么晚了 你怎么样 今天感觉好些了吗 总想睡觉 我是没劲 好像没有多长时间了 您别这么想 前段时间您就是太着急 太担心了 现在您需要好好地静养一下 看您这样的话 我就别跟你说工作上的事了 今天 您是不是过得不太顺心呢 挺好的 就是累点 别骗我了 老太太下午一到公司 老虎就告诉我了 老人有些做法 我也没法说 你多担待吧 我没事 老虎儿 您现在身体这个样子 就别再为我的事情担心了 董事长 您说 其中她还会回来吗 我了解她 她一定会回来的 你再忍耐两天吧 好了 回屋休息吧 来 来 这个石头呢 叫黑钥匙 是专门驱小人 是专门驱小人的 奶奶嘱咐我 让我把她放在你门口 还喜欢吗 你干吗 你想打人是不是 原来你也会心虚啊 姜欣瑶 今天是我的错 我不怪你 我只怪我自己 竟然会相信你的伪善和谎言 那又怎么样 你以为我会真的帮你吗 走云 你抢了我那么多东西 现在我老公也不见了 你觉得我会跟你做朋友吗 你也太天真了 下次不会了 还有 以后再出招的时候 记得动点脑子 我是绝对不会只爱打不还手的 如果我是你 孤军奋战面对这么多敌人 我一定会夹着以把责任 否则目标太大死得太快 所以你不是我 你只是一个可怜的蠢女人 谢谢你对我的用心 我很喜欢这块石头 晚安 来 周姨 汤和早点您做好 给董事长送上去了 您的烟窝还在厨房里热着呢 今天跟医院约好了 下午带董事长去复查 我下午回来陪他一起过去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早餐桌子怎么没有收拾 那是特意给您留的早餐啊 再说收拾桌子这种事不是我阿姨吗 我还有个会我怕来不及了 你别拿公司做挡箭牌了 公司是我们林家的 自由起车在那撑着 你是我媳妇 就应该对我尽一份孝心 奶奶 大今早的她怎么又怨您生气了呀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 怎么当你儿媳妇的呀 新娘 您也是做儿媳妇的 咱们林家是有这个传统的 按理说我孝敬奶奶 您就应该孝敬我 我也不挑这个理了 辛苦你了 替我孝敬奶奶吧 我先走了 你怎么说话呢 奶奶您看她就是要欺负我 从第一天进门我就知道 这个丫头不简单 她是不会忍让的 那咱们能不能想个办法 把她赶走啊 没那么容易 她是做律师的 做事滴水不漏 一点把病都不让你抓住 走着瞧吧 走着瞧吧 停工五天了 停工五天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给您的采购单 还有十公斤骨单 你迟迟不肯签字 那既然你那么谨慎 我怎么急啊 方案已经定了工期不能延迟 怎么办 这是我拟定的紧急调整方案 按这个实时还来得及 成本可以控制吗 人力集中了 成本反而好控制 好 那我回去请示一下董事长 这点小事要请示董事长啊 不是 这董事长还是董事长的事 你总裁是总裁的活 什么事都请示董事长 要你这总裁干什么呀 你真想把我爸累死啊 看起来我们以前一直这么做的 你赶紧签了吧 还来得及 以前真是这么做的 你到底懂不懂建筑啊 这是最常见不过的方式了 这是最常见不过的方式了 行了 我去实施了 小语 小语啊 我出差都历程来了 阿姨一定让我过来看看你 你什么时候到 我去火车站接你吧 我已经到了 你在哪儿啊 你在哪儿啊 我现在在你家呢 阿姨把那备用钥匙交给我了 你这家里好像很久没人住了呀 你现在住哪儿呢 小语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现在在上班了 那我过去找你吧 我不在事务所了 我不在事务所了 你不在事务所呀 你不说你上班了吗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呀 你还记得我们常去的 那家咖啡厅吗 我们见面再谈吧 下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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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还怎么样 还好吧 当然好了 有我照顾还能不好吗 你现在住得挺远吧 都请上司机了 哪上班的 车你的 知灵的 猜着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又有什么情况 跟我说说呗 小姐 我还是觉得你这样做喜欢太饱了 没办法 已经这样了 硬撑下去吧 行吧 反正你需要我帮助呢 就一定给我打电话 你也委屈了自己 别太委屈了你自己 好吗 千万别跟我妈说 我知道千万说了 走吧 走了 别跟我妈说 来啦 妈 启正 你回来了 我该叫你什么呢 小妈 这个不重要 你回来就好 好 什么时候吃饭 看来我回来得挺是时候的 欣盈 阿K 你回来了 欣盈 想起我了你 你去哪儿了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奶奶 奶奶 你快看谁回来了 齐正 这几个月你都上哪儿去了 全家人都快急死了 你知不知道啊 还不是因为原来那颗糟了 那心脏吗 换完之后 弄得我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对 我都快自己不认识自己了 后来我一狠心一咬牙 就到外地 把那颗心脏给换了 这么大的手术 你都不告诉我们 没事 没事 现在科技特别发达 就是把胸腔一打开 把原来那心脏摘掉 重新换一新的进去就行了 对了 座原 我是不是应该把原来那颗心脏 给你带回来啊 我怎么就给忘了呢 但是我估计你也不在乎啊 反正就是一坨烂肉嘛 那你现在怎么样了吗 非常好 真正能回来 我爸呢 我爸呢 座原 你把我爸照顾得怎么样 怎么了 赶紧上楼去看看吧 怎么了 爸爸在楼上吗 你去吧 行 我去看看老爷子 奶奶 你说他怎么这么大的事情 都不跟我们商量一下 就是吗 你这个狐狸精子 你畜生 你想气死我儿子 早点分家产是吧 告诉你 只要我还在 你就别想拿走一分钱 爸 关于这个志林 打算怎么安排啊 我都 我安排完了 恐怕您的安排 不如我想要的 你 你想要什么 我啊 替您 你 你一份遗嘱 我 我滚 爸 你这好了 你就 这个字签了 签了就什么事 都不用了 您放心 至理所 一定会发扬成大事 我放心 林志强 干什么呢你 快 快 走 滚 我告诉你吗 回 回家吃吧 爸 爸 我 林向远 经过慎重考虑 把我名下 持有所有志林股份 全部交给林太太 周宇所有 什么 我爸爸所有股票 都给了他了 爸爸是不是病糊涂了呀 为什么要把所有的遗产 分给一个外人呢 这根本就是骗局 那遗嘱是你自己拟的 我爸怎么可能把志林 给一个外星人呢 没话可讲了吧 是不是被我们讲中了 董事长在遗嘱里 写得很清楚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明白 给找我的律师 你不能走 话没讲清楚之前 你不能走 我不信你们林家任何东西 我有我的人事自由 你找我 周宇 大包小包到去哪儿啊 万一我们林家丢了 什么贵重的手势怎么办 你让我检查一下 这是什么 这个戒指从来都没见过 一定是爸爸的私藏品 你还给我 这个家里我什么东西都没拿 这个戒指我必须带走 几十亿的资产你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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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会在乎这个戒指吗 我在乎 它是我在这个家里 唯一在乎的东西 等你 这